差不多了,原本就說一下鄭達鴻 鄭達鴻說不說好呢 算了,這個也不是太大進展 其實他現在說回公民黨的問題 他當時又說簽那個蜜樂無悔 其實似乎說公民黨為什麼要簽這個蜜樂無悔 他說他當時也有個期望 如果以黨的名義去簽名的話 簽署這個否決預算案 個人空間可以走盞 這樣也行 我記得你一直想拿個機會去說 但沒有機會去說 其實是由鄭達鴻去反映試圖主義者的悲哀 因為他就是一個試圖主義 他說他為什麼要退出公民黨 他說他自己被DQ了之後就退出 其實他很簡單 他也很老實 到這個階段 無論他真的這樣想 還是他現在想脫罪 他都說了一個所而言出來 就是說我的夢想就是做立法會議員 但是你DQ完我 那我夢想幻滅 那就算了 一刀兩斷 那就跟公民黨 對吧 我覺得這個是說得通 但是你亦都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由他的口 去說出一件這樣的事出來的時候 那你公民黨 以前不是經常被毆敏說 一黨三頭又行的 嗯 那個Discipline問題 其實真的很有問題 但是 現在你這麼鬆散也好 即是那些人 就算簽了 都想著走數的 第一時間都這樣做 那你可想而知 公民黨 其實都 即是你作為一個 中產政黨有一個問題 嗯 那個問題在於哪裡 你要那些人很堅決抗爭嗎 香港人的中產 就不會堅決抗爭 其實是很 即是你說是仕途主義 中產 中產階級就是仕途主義 世界仔 是啊 香港人的本性就是如此 你說因為現在要贏 所以我什麼都答應著你 嗯 是吧 那就簽了 所以譚文豪和楊岳橋 譚文豪的說法就是 我們不簽就會被人欺負 不如我們自己主動簽吧 嗯 是吧 即是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一個形勢判斷 來的 形勢判斷 亦都是政治判斷 他就說到 我自己在黨裏面 鄭達鴻的意思就是 我指向就是做立法會議員 夢想不能夠實現 我就對退黨 這是非常老實 我一直都希望他的意見 被公民黨聆聽 於是努力做區議員 就取得實習大律師的資格 希望得到公民黨的認同 但是未能如願 成立成為立法會議員 其實是想跟黨裏面 不同的人 平起平坐的最後 和唯一的願望 他說 沒有辦法實現的話 就感到心灰意冷 所以就退黨了 原來其實他說 原本 另一個被告 即是李宇信 曾經排在鄭達鴻 港島區的參選名單第二位 突然間獲得譚文豪和楊岳橋征召 李宇信就變成選擇超區 至於為什麼會退出港島名單 這個不需要說得很簡單 越多人出去選就越好 但是為什麼鄭達鴻 就是他第一次簽的麥樂蒲灰 都想著將來怎麼走 這個當然他自己有個人誠信問題 但是另一件事 就是這個也是黨裏面 其實已經有人做了先禮 他就說 我就想著我簽就簽 你說叫我離開 他不是自己簽 他說黨簽 我沒有簽 我不是我親自簽的 他又覺得 這是我們參選的時候 黨的承諾 簽完就退黨 他就說 我如果 我用回兩個先例 第一 就是以前郭榮鏗 是申請過豁免的 豁免跟大島 可以申請的 有理由就可以了 第二個原因 他沒有說 第二個原因 他就說 如果不給豁免的話 我就退黨 退黨這件事人做過 無意就是 無意就是 以前陳偉業都是這樣的 有做過的 有做過的話 就不是問題 無意就是 他退黨之後 那些選民又不追究他 例如剛才說 旭敏串公民黨一黨三投 當年就是醫療改革 楊岳橋投贊成 郭家琦棋棋權 無意就是反對 嗯 是的 麥蓉就說 根本就是投機者 即是 這件事就要用 連登仔 早兩天 就在那裡感嘆 楊岳橋被囚兩年半 這件事去回應你了 是的 他們是投機的 那這班人也都很認真 這樣review 楊岳橋的從政之路 就說 喂 大家 真的想著左右逢源 找一下吃 怎知道非來橫禍 唉 沒辦法了 這些 香港人 因為大家都 都是仕途主義者 都是投機分子 所以感同身受的 覺得非來橫禍的 是不會覺得公民黨 就是這個 不堅決而覺得他們有問題的 因為你經歷了反送中之後 那個抗爭的情緒 是去到極點 你再不像以前這樣 以前阿世良常說 就不應該跟你座而論道 不應該像以前的議會 跟你講道理 我們要做一些抗爭行為 要逼到這個政權 讓步 你用制度的暴力 制度的絕 制度的多數 這個本身是不義的 制度的多數 就不是民選出來的 都不是制度暴力 真的有人被人打 所以你要設計制度暴力 是欺壓我的小數 是民選的多數 變成小數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反抬 這個當然是 所以其實 那時候為什麼這麼多人說 不應該還在立法會議事論事 還在議事論事 因為其實講到尾 就是時勢做英雄 共產黨步步進逼 自然會有一些人 走出來 英雄就是這個時候 是個時勢做出來的 你夠膽承擔 那一刻你就成為英雄 那你要從政 你要從政 你就要告訴選民 為什麼你那套是活動 而 你自己 我當鄭達雄 現在講的全部是真的 我覺得多數是真的 而你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不老實 你在政治上面 是沒有誠信 你第一天就打算借 打算建醫院 但是 你怎樣都要說 為什麼 要有民選的過程 民選的過程 就是老老實實 跟選民交代 你究竟有什麼計劃 有什麼政綱 如果第一天就打算去走數的時候 你這個人格也有問題 當然 這個 他選不了 所以有沒有有如果 這些事情 你現在去追究鄭達雄 都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他現在都被告 但我只是一件事 其實究竟 現在你真的要 要是你現在法庭的不義 他將這些事情 他自己說出來 令到自己去脫罪 不用坐牢 坐小一點 你會預期 其實很多很噁心的說話 都會說出來 或者你會令到很多人 失望這些說話 但是沒有辦法 肉除真板上 你要自保 我政治的舞台沒有了的時候 我就只剩下自己 還有我自己的 還有我自己的 就是 現在唯一一個可以怨他的 其實如果你譚文豪 和楊岳橋 都不怪他的話 我們都沒權怪他 嗯 又這樣說 到現在真的想做這個抗爭 我們都看到只有莫哥和何桂蘭 無罪可認 又或者跟你說原則問題 但是 你真的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去做烈士的 說真的又有幾個 連登仔在楊岳橋被囚兩年半 那個post都說得對 更多其實都是非來橫和 大家是不是真的 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我和你都沒有 是不是 嗯 是啊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如果這些說話 你是當真的話 保留黨的彈性 所以簽這個 脈絡無悔 其實你說這個黨 公民黨 如果想著這樣 可以 純粹是 見機行事 過了關才算的話 當然有問題 關關難過 關關過 他們的想法一向都是 但是 公民黨 其實就有 你和民主黨去比較的話 民主黨 不會求一時之一快 但是他就很重視那個 黨內 對嗎 我們的內委會 要投票通過 中委要有共識 對 中委要有共識 所以你外人看得很煩 其實 但是 這樣說 他們是瘋瘋瘋瘋 他們是保守 但是他們沒有騙你的 相對老實 相對老實 你胡志偉那些是沒有騙你的 我真的保守 那我的目標 真的打算扶婆婆過馬路 那你想怎樣 嗯嗯嗯 Driva Lonely 說 抗爭沒有心理準備要坐牢 太天真 講清楚一件事 47人案 是我們現在 叫做47人案 當初那個初選 當初那個是選舉campaign 大家真心是不覺得 這些選舉campaign 沒有可能會坐牢 我覺得這個是賭博來的 但是為什麼 那些人都覺得賭得過 第一 就是 他相信戴耀廷 很多人都說 相信戴耀廷 戴耀廷是憲法專家 他解的基本法 我們是運用基本法的權力 賦予給我們的權力 去否決如算案 嗯 有戴耀廷拍心口 所以我就去馬拉 第二個原因 我們這麼多人一起玩初選 你都控告我 那我反應很大 這個是很大 那麼多人陪都無所謂 其實你比我都是這樣想的 這個人之常情 我曾幾何時都想過 如果你拉到肥佬黎 你想想我們要講幾多層 我們排多厚 如果我都拘捕的話 那就是前面很多人拘捕了 你才拘捕我 那麼多人陪就沒什麼所謂 劉細良的說法 我排第五排 那裏吃花生 如果那麼多人陪我的話 這個是大時代 大時代那麼多人陪我坐牢的話 那麼我坐牢就不爭在了 就是有幾方便的考慮 所以很多人 你說怕不怕坐牢 當然是不想坐牢 但是我想也有一部分人覺得 就是共產黨不敢走這個 不敢去到這麼瘋 拉了所有初選的人 但是你不知道 就是習近平的白卡 你經常要用這些列示做例子 是沒有得講的 你說甘地 你說東德人民 喂 香港人和習近平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仇恨 香港人對習近平 是沒有那種仇恨 是習近平對香港人有好大仇恨 所以你現在看回頭的話 中產來說,公民黨是中產組織 亦都反映了香港人中產的性格 中產從政本身是很大包袱的 你要吸引到人去選 參選有機會、試圖主義 首先怕痕怕痛,第二要拿著便宜 我說話太坦白,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怎樣說話,但他們不像社民連那一種 不是第一次發生抗爭 他是代表中產的聲音 但中產本身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這就是試圖主義的悲哀 在一個抗爭大時代裏 你是不是可以像一份工一樣打 純粹像鄭達鴻所說 我參選的目的就是和你們平起平坐 這樣? 然後你自己蒙運過關 先答應 我第一天都想著 最後一刻我會否決 而且我相信政府是理性的 即是他相信林鄭政府是理性的 當初是這樣想的 因為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你想一下 任寒都贏硬 區議員那份人工 你如果計算那份津貼 你覺得你打一份普通文職工可以給你嗎? 沒有 為什麼沒有 那為什麼不配合這個文氣出來拌拌? 很多人是這樣想事 能不能講的 然後拌拌完之後 例如鄭達雄那些, 他有律師資格, 有中產出身 既然有機會去做立法會議員, 為什麼我不再接一接呢? 他們很多都是這樣想的 你問有沒有抗爭的心理準備 你不能跟毛哥和何桂蘭比, 你不能這樣說 好了, 講多一件事, 前兩天都想講的 其實都是我的偶像, 唐狗, 住在沙田 他天水圍跳車頂 他現在這樣處理, 前天提了唐 他三件事都追究他 他在城門河搶船 然後上了西鐵的車頂 還有他搖啷啷啷, 他倒數 去了海原大廈的重建地盤 海原大廈之後火燒了 三件事都告 他現在除了他本人之外 他就叫唐卓妍, 24歲 報稱是宋科員 但我記得他好像是恆生大學的學生 應該是 不知道他這個 可能是不在業, 你不知道 不在業就是做宋科員 我不知道 還有李紹興 都是24歲 維修技術員 陳凱曉 22歲是學生 莫直浩 23歲無業 歐仲文 22歲無業 但我印象中沒有那麼多人 除了唐狗之外 其他人都沒有律師代表 幸好他們五個人都可以保釋 兩千元至五千元不等 而保釋的條件都不是很重 他說要報清住址 每個星期就去警署報道一次 現在唐狗和李紹興兩個人 要交出旅遊證件 和不可以離開香港 但是唐狗 在六月底至七月 他申請到離境旅行 現在四、三宗海陸空都告 第一就是 他在城門河的餐廳 還說未經海事處處長允許 以船長身份 在一艘本地船隻 進入城門河 到限制區域 那倒是 要海事處處長 那是橡皮艇之類的東西 要海事處處長批准 那你爬龍舟是否要海事處處 沙田城門河經常有獨木舟的比賽 就是這樣奇怪 搞不清楚為什麼 現在就是想主寵他迷 另外他是四個人 唐、陳、莫歐 四個人 城門河的事情都要告 唐狗和李紹興兩個人 被那項故意危害安全罪行 這就是關乎輕鐵 即是屯門市中心的輕鐵 接著屯門站之間 就闖了上去 故意跳上一輛行駛中的列車頂部 可能危害到當時列車上的乘客 或者任何人的安全 另外唐狗還有 就是被控一行 沒有許可下限制飛行區以內飛行 那就是他飛無人機 那架無人機是他的 尖沙咀前海原大廈那邊 那個工地上面 在無按照法例給予許可的情況下 駕駛無人機 但他沒有說他擅重工地 這件事 但起碼對於唐狗本人 海洛空也要告 我為什麼會服了他呢 因為我覺得年輕人的浪漫 感作敢為 你很少看到現在的年輕人 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 不生難忘的事情 對於他本人來說 或者對我這個旁觀者來看 其實是一個非常浪漫的事情 但是現在就是 負上代價的時候 我們那個年代 每個人的想法就是 一畢業第一時間做MT 不生的努力 就是盡快申請到建公屋 然後就做MT 然後安安穩穩地做中產 是很不浪漫的 比起唐狗 現在他委託了律師 陳奕騰 他說需要時間去索取控方文件 和向唐卓妍提供法律意見 他申請押後到7月25號才開審 先看看你控方 究竟你怎樣負責我 不是說不認罪 我也要先看看什麼定義 這個時候是否會有些決定 但是美國可以爭取數 但是香港可不可以爭取數 我記得是沒有爭取的 香港沒有那個討價還價 但是他要看看究竟你那個 你會怎樣去搞我 要看看那個起訴書 詳細 究竟你有什麼項目 有什麼項目可以先打 但是當然 你對我來說 既然你擺得上網 這樣威脅的話 其實我覺得打來是沒有位 你不如認了他 因為你拖長司法的程序 雖然你只是做宋課員 但是你也是一種折磨你 而且他自己也預料了 希望他 不知怎麽說 Best wishes 只能這樣說 我是 都 幾佩服他 如果你說作為一個年輕人來說 配服他些什麼 也不是做一些很偉大的事情 純粹是 就是 叫做 上網握like 但是我純粹看到一個年輕人 很浪漫 感作感為那種浪漫 蓋倫說住公屋未住 你當然了 你買了屋 你也要買樓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見